回到新聞現場帶您關心 全副總統蕭美琴日前出訪歐洲 3月中旬抵達捷克的時候 傳出被中國大陸駐管的五官 一路開車尾隨 對方甚至還闖紅燈 差一點點發生車禍 對此蕭美琴出席活動 只有說出訪一切順利 相關事件交由外交部釐清 不過呢 捷克外交部目前已經證實這件事情 也透露未來不排除 可能把涉案的中方五官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出訪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那至於這個過程當中的相關的事件 外交部也在跟相關當事國在做釐清 到底在捷克出訪期間發生什麼事 准副總統蕭美琴 竟說出訪一切順利 剩下的將交由相關單位釐清 根據外媒報導 准副總統蕭美琴在出訪捷克時 遭到中國情治人員跟監 日前捷克媒體報導 准副總統蕭美琴 3月中旬到捷克布拉格時 維安人員發現後頭有人車跟蹤 對方為了掌握我方准赴人手動向 跟進時還闖紅燈差點出車禍 目前捷克外交部已經證實 確有此事 不排除將涉案人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更可能驅逐出境 我們的外交部跟捷克都在進一步的來釐清當中 行政院長陳建仁感謝捷克相關部會 以及所有維安人員的努力 面對中方在歐洲小動作評評 立法委員沈柏洋也發聲力挺自家人 他們常常會有駭客攻擊 然後也會有竊取資料 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們常常會有 尾隨跟踪的情形 那今天在捷克發生的事情 他們不但是要騷擾 甚至有可能會產生車禍 那這樣的行為 當然我們覺得是不能夠容許的 兩岸情勢升溫 面對中國對台打壓 暗中跟奸 還偷偷掌握我國準副元首外交行程 中方勢必好好交代清楚 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接著三位楊安達 台北採訪報導